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12号发布首波小内阁十位成员 包括副市长由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出任 秘书长由新北财政局长李泰鑫出任 副秘书长由前新北都根处长张温德接任 交通局长由前交通部道安会直密谢明洪出任 都发局长由前北市都发局副局长王玉芬出任 公务局长由北市都发局长黄一平接任 环保局长由前北市环保局长吴胜中出任 捷运局由陶杰总经理郑德发出任 地震局由北市副秘书长陈信良出任 民震局由北市议员陈永德出任 蒋万安团队发言人郑世伟表示 未来双北市市政工作将会密切合作 万安市长台北市政府小内阁的一个团队 我们秉持的是四大重点 就是双北人才的合作 中央地方完整的力电 还有辅惠人才的交流 以及公务守守这四大特点 但是这十位的一个人选 最重要的在都发局是由王玉芬局长 她是首位台北市的都发局女性的一个首长 我想最重要的是专业品格 还有用人为财这一个部分 所以说是财是所最重要的 他们都有他们相当丰富的一个资力 就能够马上市政做接轨 马上能够上手 在选举期间 万安市长就有跟侯市长讲 双北未来的一个市政工作 都要密切的一个合作 今天公布第一波的一个人士 总共有十位 未来我们还会在适当的时机 公布接下来的一个人选 那林一华委员 也是我们竞选的一个总干事 现在也是我们交接小组的一个窗口 现在呢 他就是把既有交接的工作给做好 那其他相关的人士 万安市长还在持续征询当中 确实啊万安市长在选举期间 他提出了都市更新的这一个政见 我相信针对于都更的这一个部分 是未来万安市长上任了之后 他市政的一个重点 另外传出郑世伟将接任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他则表示还未获得征询 谢谢媒体朋友对我的一个关爱 是为现在还没有获得征询 但是未来如果有确定 会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现在我就是把交接发言的工作给做好 对于下一波人事公布时机 郑世伟表示会在就职前公布 确定了会在对外说明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